好,大家下午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学院个程 说一下因为今天中午出去办事了 然后今天就没写五评 但其实五评写不写无所谓 大概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昨天也说了今天会调整 无非就是调整的桥落 然后我们在中午十点半的语音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了 就是调整吧 反正因为今天是第一天的调整 指数第一天的调整 然后跌不深的 因为下方都有五评均线来做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上证指数来讲 这个下方就是五评均线支撑 所以基本上达到五评均线就差不多了 对吧 那我今天给了一个支撑 就是日内的支撑 就是三千两百四十七点 对吧 所以这是日内的支撑 强支撑的就是一口气直接回不了血口 那我觉得这种概率小 所以呢就是今天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就是三千两百四十七 这个 对于这个阳线的 这个昨天阳线的一个低点 对吧 三千两百四十七 就是一个支撑 但实际也没达到 最低达到了三千两百五十二点 对吧 那么五评均线明天会上移的 那明天就是一个被动时的触碰 那么关键是明天了 明天有 我先说一下 明天的走势不太好判断的 为什么我说明天的走势不太好判断呢 明天啊涨跌都有可能 因为今天跌了一下 原则上五六均线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 就明天哪怕再惯性 惯性回一回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支撑的 所以明天呢 理论上是存在说指数还会有 一个小反弹的 就这个技术层面上 理论上是存在一个小反弹的 我们看一下六十分钟啊 六十分钟这个地方也是的 这个这个位置上是有一点点支撑的 对吧 就是这个均线位置上是有点点支撑的 所以当这个均线的位置上有点支撑 或者说这个六十分钟上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实体的阳线的底边有点支撑的话呢 那通常这个支撑完了以后 他要先反弹一下 先反弹一下 那如果就是我们说明天有两种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说很难判断 明天理论上 有可能存在小反弹 那么危险系数最高的时间就是星期四 那么如果明天是小反弹 只是小反弹 所谓的小反弹就是连今天的这个 这个 今天的上影线 三二七七点都 穿不过去的 就是打不 就是应该这么说 就是三二七七点不能有效突破 就不能有效突破 指的是有效突破指的是什么 你收盘要比三二七七点高 比今天三二七七点高 那么其后将会迎来补缺 所以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呢 就是周四吧 对吧 周四应该是最晚吧 我觉得最晚周四就要补相交补缺口了 那么周四补完缺口 大家可以经常去 又可以去玩耍了 又可以去玩耍了 而且这个 有可能周四是一个指数跟 盘面的共振点 就是我的共振的调整 对吧 有可能 整个指数也调 然后呢 板块个股也调 我是希望说周四形成这个样子 当然也有可能一个有一个前提的变量 所谓的前提变量是什么呢 就明天就直接 直接往下砸 对吧 你明天就是平开以后就往下砸 把缺口补掉 也有可能 那这种走势呢 概率偏小一点点 不是说没有 概率偏小一点点 所以我说明天比较难判断 所以明天你说 涨也好 跌也好 都都都可以 就是各有各的概率 不是说有的时候 就像 我举个例子 就像昨天这根K线看完以后 大家昨天可能看 有人看了我的这个电视节目 对吧 我是斩针接铁的 我没有任何的莫领两可 我认为就包括昨天给大家写这个收评也是一样 我认为明天就是要调整的 对吧 明天这个 而且写得很清楚 指数调整 指数使回踩 对吧 我原话就这么说的嘛 指数回踩 然后呢 这个 指数回踩 然后板块个股分化 对吧 那今天这板块个股还行吧 对吧 就是还是涨的多 跌的少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看 平均股价指数就知道了 平均股价指数今天是跌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应该说大股分的人今天是不赚钱的 不赚钱的 所以呢 从这个产品上来讲呢 就是 昨天我看今天是看的 基本上我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准的 就这种K线出来以后 今天不可能什么反报的 这个想都不用想了 对吧 然后呢 明天就是 有点莫领两可 所谓的莫领两可 不是我自己想莫领 而是市场 怎么走都可以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今天北向资金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北向资金 又流露了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个亿 对吧 但指数是跌的 那么好 这个现在很大的 大家有的人觉得 这个北向资金可能 接下来就 就没有那么嚣张了 对吧 没有那么猛了 但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 今天又搞进一百零一 那明天如果说北向资金 继续比较猛的流露 那有可能指数是有个小反弹的 就指数层面上 会有个小反弹 就这个 这个从指数这一块来讲 有个小反弹 也很正常 那么跟大家讲一下 昨天这个阴线 二分之一的位置 是三千两百八十八点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三天里面 就是 就是 时间就今天一天吧 今天二 三 四 对吧 到今期四之前 指数只要不破 而就不是突破 三千两百八十八点 就指数没有突破 三千两百八十八点 那很 很简单 那就很简单 补下方的缺口 概率远远要比向上来的大 对吧 就是补缺口的概率 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么 反过来呢 就是 这个 这个 呃 向上的概率只有百分之十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昨天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彩蛋 叫兔宝宝 对吧 兔宝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昨天说的 今天兔宝宝是不涨的 所以就是这种概率 就是我看这种股票 比如说我觉得它要涨了 就是你让我看到这种形态 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条件叠加 我大概知道今天兔宝宝会涨的 对吧 无非就是碰 是不是会 就是 涨的更多一点 或者少一点 对吧 涨的多一点 那就会补这个缺口 但有可能明天还会冲一冲 对吧 但昨天我就提前讲了 大家都能验证了 对吧 所以呢 对于 呃 有些东西 其实就是概率的问题 就是我 我讲的这是概率的问题啊 那 今天上证指数的概率 就是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的往下 明天 不一定 然后呢 后天如果只要 不管怎么样啊 就是 只要 应该我觉得只要明天吧 只要明天不能够突破 三千两百八十八点 那么 大家要小心 它会向下先去补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补完以后再往上 补完以后 因为我昨天也讲嘛 昨天这根阴线 有的是时间消化了 本周都消化不完的 所谓的消化不完 就这根阴线出来以后 你很难消化 就很难那么快的消化 因为跟大家说一下啊 今年的指数 其实我看的不是很乐观的 你们不要以为 大家都在 那天我也不说嘛 现在大家都是激动的不得了 还有大牛市了 外面那些人讲的大牛市 它实际指的是指数大牛市 在我心里的大牛市 我早就跟他讲过了 今年的大牛市 就是数字经济家 还有就是我 我只看好 科创版 其他指数我都不看好的 那么指数今年 因为去年跌了多呀 对吧 那今年有修复嘛 这很正常 但是高度呢 我能看的高度 就是这一波的高度 比如春季行情的这一波高度 最多也就看到三千五 最多看到三千五了 后面看它怎么回 对吧 全年我觉得能看个三千七不得了 全年能看个三千七不得了 所以 指数层面上我没有看得那么好 我没有看得那么好 所以大家不要用 就是用指数去绑架市场 这个没有意义 就像现在 大家都在看北向资金 用北向资金来绑架市场 其实也是不科学的 你说北向资金连续的流露 也没见 这个市场赚钱效应爆棚 对吧 也没见这个指数能够形成逼空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 市场 想要形成真正的上涨 它还是需要合力的 而并不是说 一定是某一个方向 涨了以后 就一定能代表这整体市场上 所有的资金选择 对吧 那么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上涨指数明天的情况 涨跌各半吧 大家反正就是涨了 也不要开心 就是如果明天是反弹了 但凡反弹只要不能过今天的高点 3277或者说3288过不了吧 对吧 那么 今天板块已经开始轮动了 所以明天还是轮动 那明天轮动的话呢 就也简单 轮上去的你可以剪一剪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小心周四 周四有可能这次是黑周四的 因为这次是红周一 就是这周嘛 对吧 回来是开门红 红周一 那有可能是黑周四 黑周四的话 因为特别是明天缺口不补 先反弹 又是落反弹的话 那就 这个 接下来周四就不缺口 那不缺口的话呢 你们就去做 对吧 那等一下我会讲买什么 不缺口的话买什么 然后说一下成交量 说一下成交 今天成交量9000亿 对吧 差不多9000亿的成交量 合不合格呢 非常合格 我告诉大家 这一轮的调整 只要成交量不破8000亿 所谓的就是调整音量 对吧 这是不调整的音量 对吧 音线的调整 比如说音线 这个音线嘛 如果音线的调整 比如说市场到周四 也是音线调整 成交量跌破8000亿 那就继续跌 那就继续跌 只要不破8000亿 对吧 当然别卡在8000亿上 这个8000 这个300亿啊 500亿啊 这其实就最好 我觉得调整是最好 那这个调整 调整就是良性的 那么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大盘不一定会去 补第二个缺口 如果说你们看到 8000亿的成交量了 只有8000亿的成交阴险 那第二个缺口也得补 对吧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个叫做大胆判断 小心求证 就是慢慢的市场来验证 翻一口一口吃的 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东西都 这个提前能够100%的预判 没有这样的 对吧 就像昨天我看今天 我看 我肯定是看得很准的 这个不用 不用争了 但是 今天看明天 我觉得只有50%的概率 那这个50%的概率 其实不是为了明天能够判断准和不准 其实我的答案是 明天 明天如果是小反弹 那 板块人斗的话 那也适合再减一减 对吧 那反过来 明天如果直接就把缺口干掉了 那明天可以去做一部分的仓位 回补 甚至于到周四再往下 你还能够再买 对吧 还能够再买 那如果明天直接补的 那就买一点 那就买一点股票 没事 那到周四你再买 对吧 所以明天反过来 明天是这个周三 对吧 明天如果说是反弹的 那就可以结一结 等到什么时候买呢 就等到 这个 等到那个 周五去买 等到周五去买 等到周四去买 对吧 反正就是 这两个情况 我认为这两个情况 反正 大家就是 自己去把握 当然这里面还要看你手里的磁仓 对吧 等一下我也会说 这个明天大概是买什么 买什么 反正 讲了半天 就是我自己主观的 我自己主观的意愿 就是 我也说一下我自己的主观意愿 我认为明天出小反弹的概率偏大 然后到周四 再调 那补缺口的概率也大 那个时候你去买 我觉得阴面就会大一点 好吧 好 然后说 深层子 深层子 底下也有个缺口 对吧 深层子今天把这个缺口补掉 就把昨天的缺口补掉了 大家看啊 把昨天缺口补掉了 这底下也有个缺口 我认为这个缺口也要补 就这一轮 这个缺口 正常来讲要补的 也可能就是星期四 星期四补 因为也没多少点 对吧 也没多少点 就是 今天是一万两千点吧 那就一百多点的事情 对吧 一百多点 也就跌个万之一吧 然后超一百 超一百也是的 对吧 今天把这个缺口 昨天缺口补掉了 那么 底下这个缺口也要补 对吧 因为科唱版是没有的 科唱版这里没有 没有缺口 对吧 今天 科唱版反而带了一个下调缝缺口 那么挺好 那反过来了 就是我们反过来讲 对吧 反推 科唱版今天的这个缺口 后面也会补掉 就像 这个向下的缺口 后面会补掉 后面会补掉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好吧 然后 我们看一下科唱版的月线 今天是收月线嘛 对吧 收月线 那么科唱版整体来讲 今天还是涨的 这个月还是涨的 涨了百分之五点几 涨了百分之五点几 然后呢 到了下个月 只要往上涨 那科唱版的月线 这里就拐过来了 就五月均线 会上传十月均线 那么就要看 二月份的科唱版的表现了 然后呢 进入的二月份 科唱版的月线的MACD 也将开始什么 就是从下降 这里不是一直下降吗 这里是走平 到拐头 到拐头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好的现象 然后我们看一下创业版 翻版的月线 本身就是 这个一月份的月线 也是涨的 对吧 涨的比较多 涨了将近百分之十 这九点九七 然后这是 深层值 对吧 深层值 涨了百分之 百分之九不到一点 对吧 涨了百分之九不到一点 也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重心向上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重心就知道了 整个的重心都是向上的 这也是上增也是的 量亚加一云重心也是向上的 所以呢 底下现在等于说十月均线 五月均线都形成一个支撑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增五零指数 也是一样 都已经形成支撑了 所以呢 今年来讲 就指数而言 就整个指数而言 应该还是后面震荡向上 而且春季行情的 我认为高点 那很多人说 那春季 3310点 我认为不是 啊 就是因为时间跟大家讲过了 我认为春季行情的高点应该在四月的下雪 四月的下雪 也就是说四月的第三周以后 大家就要下心了 对吧 就在下雪 那么高度应该不止这些 高度应该不止这些 但前提是短期因为涨得太多了吧 然后大家可能也看了我的观点啊 之前说 昨天我就说了 对吧 我说深层指跟创业百分之数的这个指标太高了 肯定得调 对吧 肯定得调 所以昨天冲高阴线很正常 然后呢 上证跟科创丸50还好 但是昨天冲了一冲 因为昨天都是涨的嘛 对吧 都是涨的 冲了一冲 你把指标顶上去了 那么当然冲完了 回落 那本身也是代表的调整 所以今天包括科创丸50出现了这种 跳空 对吧 这个 60分钟上也是个调空 也是个调空 那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 后面会补 后面这个缺口会补的 所以 因为这个缺口也不是什么导心反转缺口 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说呢 这个60分钟上是不是有点导心 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说不是 应该不算这种 直接的这种导心下来 所以呢 因为他日线上本身昨天是没有调空缺口的 就昨天他不是 就日线上他本身也没有调空缺口 只是在这个今天出现了一个想想的这个调空缺口 对吧 那我觉得 也没有出现日线的这个所谓的技术指标的这个定备力 所以这个位置上 更多的可能就是今天市场本身调整 包括一些风格 风格的有些变化 因为今天是北向资金流露嘛 对吧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啊 板块来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讲板块之前说一个事情啊 今天市场上 短线的资金也好 或者说弹性资金最去的最多的地方 去的最多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 是来自于这个北交所 今天北交所50指数涨了百分之五点几 可能大家都没注意 或者说因为我们也不做 所以就没注意 对吧 北交所的 但实际情况 是北交所的这个 呃 指数都涨了百分之五点几 对吧 很多北交所的股票都是百分之二十几 涨 所以 呃 有可能团 就是短期来讲 为什么那边的资金会突然爆棚呢 对吧 呃 本身我觉得市场 对于 就昨天 节前资金兑现了以后 对于市场短线 分歧也很大 然后这边呢 一直是 就是北向资金在主导 那么 一些可能 小油资吧 或者小的一些台阶资金 没有地方去 去打了北交所的票 对吧 也算是这个 呃 一种 怎么说 就是过 其实就是 市场见不到 有更好的题材的情况下 去打了过度的 这个北交所的票 啊 那我觉得 这个反正就是 忍者见仁智者见识 因为 你去玩的呢 当然你能赚钱 如果你本身不做北交所的 因为北交所的流动性 它有问题了 对吧 就是那就 只能是说参考一下 看一看 好 但是话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好 那我们回到板块 板块今天 昨天跌的房地产板块 今天涨了 对吧 今天涨上来了 那只能 冲起量只能算做轮动 啊 冲起量只能轮动 呃 然后呢 昨天涨 啊 这个昨天涨的那个 酿酒 大家可以看啊 今天酿酒板块是跌的 对吧 昨天酿酒还是涨了 像茅台之类的 嗯 今天就跌回去 对吧 昨天还是涨了 今天就跌回去了 啊 那酿酒 我昨天专门说了 昨天酿酒 我觉得就是不要跑啊 看一下 看下 康隆化成 康隆化成的年报不好 康隆化成年报不好 对 跌了9% 康隆化成的年报不好 因为昨天看了 我想今天康隆化成 肯定要成呀 年报不好 啊 就是扣非准利润是下降的啊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康隆化成说这个带着这个整个的C超板块都调得很厉害 然后整个的医药医疗这块呢 因为随着随着什么就是疫情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嗯 好转嘛 或者说等于说 等于说全员感染了以后对吧 那医药板块可能短期确实是会迎来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回撤 那这个回撤过程当中的肯定会有被挫杀的 对吧 就是有被挫杀的 被挫杀的肯定就是一些来自于这个创新药的钱 就是比如C超上游的 对吧 实验室死机啊 生命科学啊 这一类的 然后呢 还会有一些这个医疗设备 比如说 嗯 后面我觉得我比较看好的 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康复设备啊 所以老年人的康复设备 重大疾病的康复设备 这些我觉得都还行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一些 嗯 首先最近大家可以看啊 有几个票 比如说骗宰皇 跟保健相关的 对吧 所以最近这一轮骗宰皇反弹的很厉害 对吧 所以这种传统的这种 呃 保健医药类的也还行啊 也还行 呃 除了骗宰皇以外 还有一个叫寿仙谷 寿仙谷 大家看看寿仙谷的走势 也走非常好 非常淋漓 对吧 就他 这一轮其实他们走得比较好 那么 呃 反正医药呢 我觉得今年机会还是有的 但是尽量去规避那些 就是跟新冠相关的 不管是新冠检测也好 对吧 还是一些新冠 药也好 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 嗯 不是最好的 不是最好的选择 啊 不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 保险 对吧 呃 昨天我专门说了 银行长也是抛啊 银行保险嘛 对吧 啊 银行保险 然后终于说一下那个 这个这个券商啊 说一下券商 那么券商呢 那今天实际上相材啊 这个 呃 那个叫 呃 手创啊 的相材已经开始反弹了啊 因为他前面跌了 这个手创啊 这些对吧 手创其实你今天吸口也还行哦 也还行 对吧 吸口的话 将近 两个多点 两个多点还行吧 那么券商我是这么看啊 券商 券商最好呢 是等这个 最好是等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周四 对吧 如果指数 在共振往下跌一下 那么你去买券商 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合理的 这个时间点 或者说 这个时间点卡的也比较好 因为券商不排除 明天也能反一反 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反完以后 有可能是周四还得下 还得下 那么 那个点可能要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踩节奏的问题 对吧 所以 呃 今天买券商 我觉得一定是 一定是有先手的 可能明天适合做差价 如果明天拉了 你是做个差价 星期五跌下来 再买回来 就大概这个情况 那么 因为春季行情 指数如果没有见到顶 就春季行情 整个指数没有见到顶 那你券商肯定也没完 对吧 然后后面保险银行 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 去多看了 我就没什么意思 保险银行 没啥大意思 没啥大意思 因为保险已经出现了 一个很明显的日线顶背铃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日线顶背铃 很明显的日线顶背铃 所以这个保险就上了 保险就上了 这个日线顶背铃的话 我觉得 嗯 就是市场如果强的话 它有可能很总 就调整的时间不够 调整时间不够 你看上一次日线顶背铃的时候 差不多吧 就类似于还没有顶背铃 对吧 就也调整了时间蛮久的 所以这个日线的调整 可能是以周来计算 那至少我觉得两月 两月的过了两月的第一周再看了 保险呢 先当做一个参考 现在去买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然后呢 金融里面就看全商 就看全商 就看全商 好吧 全商就这些 然后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个国盛金控这种 也行 然后到周四的时候看吧 对吧 到周四的时候 或者看看国盛金控如果这个就是这里不是有阴线吗 对吧 这里不是有阴线杀篮 今天是阳线翻弹 那如果还有杀跌阴线 然后阴线缩量 那么就也是可以考虑的 好也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它毕竟是之前的三连半龙头嘛 对吧 你可以把它当做二波来做 也是可以的 也算可以 但是呢 我说一下 这个股票目前没有符合 像昨天我像看兔宝宝这样的这个类型 因为它的跌幅不够 整个的跌幅不够 所以后面等到跌够了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盘面特征符合了 那么也是可以的 所以要等一等 最好等到周四 比如说明天哪怕它是反弹的也无所谓 最好周四是阴线 对吧 那么保险一点可能周五去买 更好一点 或者说是明天如果就跌 再跌一点 到这个周四还能跌 那么再去考虑嘛 也是新的 对吧 但前提就是后面得说量 量所谓说一点 你后面再放量肯定不行 那么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半导体板块的走势 比我预期的差 那我坚持一下吧 我坚持一下 我认为半导体板块是机构有意而为之 什么叫有意而为之 因为短期半导体板块不是有利空吗 正好借着利空反正杀一杀 这样杀了以后呢 机构是容易去 容易去这个拿仓位的 就是往下打了以后呢 机构是容易拿仓位 因为毕竟半导体板块其实位置很低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这么说吧 被别人制裁了以后 你肯定得自己干 你不管自己干一年干成 还是干两年干成 还是干十年干成 你都得干 这个事情是开工没有回头见的 半导体板块以后只能是往上走 就是只能是向好而不能向坏 向坏的结果谁都承受不起 这个大家同意吧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半导体板块 每一次出现比较大的下跌的时候 都是机会 那么当然这个最好能跟市场共振一下 对吧 所以我觉得明后天吧 如果半导体板块还有这种减量调整 所谓的减量调整就是呢 阴线的幅度小了 甚至于开十字星了 对吧 阴线的幅度小了 或者开十字星了 成交量也在萎缩了 那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好的半导体的买点 半导体买点 半导体呢 还是要去买那些辨识度比较高的 南企的这个条件的下跌 其实应该是属于机构 机构砸的吧 我觉得还是机构砸的吧 然后南企呢 业绩我看了一下 业绩没有超预期 没有超预期 所以可能去砸这些 我还是比较看好 类似像脱金科技这种 辨识度比较高 要么就不涨 涨起来的辨识度会很高 就是拉起来的幅度会很好 这种就是做设备的对吧 就是南企这一类的会好一点 那么像造一创新这种 因为MCU的对吧 就是消费电子类的 要等一等 其实比较安全的买点是在 比较安全的买点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不是大阴线吗 大阴线的二分之一 你自己画一下 等到什么时候收复 二分之一的位置 你再上会比较安全 别急 别急 所以你不要老想着说 我要买个最低点 所以有的时候要看 因为今天半导体板块是放量的 半导体板块 今天半导体板块也是放量的 昨天今天都是有成交量的 然后个股就是 有放量下跌的这种个股 就有下跌的这个个股 这个不算 就是像这个 这个造一创新这种 有放量下跌的 那就你要等到那个 那个那个 比较好的点去介入 比较好的点去介入 包括北方华昌啊 对吧 你看今天也是放量的 然后那个斯达 这两天也是放量的 所以这个要等 要等一下 然后要等一下 虽然我觉得这些股票 以后都会大方光芒 都会大方光芒 但你的买 你的买点 是比较讲究的 就是买入的那个 实际会比较讲究 不要把钱浪费在 等待当中 像东兴这种 都都还行 都还行 都还行 那 这是半导体 那这个软件呢 软件今天是什么呢 其实昨天因为是 人工智能分支在涨 所以今天人工智能呢 又把那个 智能机器的火给点燃了 对吧 所以那就会造成什么呢 就会造成 今天软件服务板块 手势有点低迷 特别是中国软件的下跌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国软件今天跌了6% 将近对吧 这个是有点杀伤力的 也就是整个软件板块 有点杀伤力 然后呢 跟中国软件同级别 升上达 今天也是调整 但是升上达明显走的比较好 它是缩量的 对吧 再加上什么呢 就是 三连板科员跌停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科员 为什么 不是说为什么跌停 跌停不跌停 其实都很正常 因为像科员昨天这种回风啊 科员昨天的这个回风 其实它是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良性的回风 那今天应该是什么 原则上就是要赚墙 但它直接低开了 它可以看 今天早上 对吧 今天早上 低开本身就是弱了呀 因为它直接就低开了 大海 对吧 直接就低开了 那就肯定是弱了 对吧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淘汰了 至于它尾板跌停了 更多有情绪的因素的 在里面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2401的那个科员 这个叫做中原海科 中原海科本身已经 因为昨天很勉强的嘛 昨天就是那个上唐路去封的嘛 对吧 上唐路封的 所以上唐路的票 基本上都是票房毒药 就是龙虎榜毒药 所以今天 上唐路封是低开 虽然勉强有拉上去 那最后还是炸 对吧 像这时候 你只要拉上去 你肯定要跑 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 昨天就预定了 今天会低开的 然后呢 关键是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老大嘛 就是很久嘛 很久今天本身 应该要预定一字版的 但他今天没有开出一字版来 就没出开出一字版 虽然是苗板 但是很久的锋芒 就是被谁抢掉了呢 被汉王抢掉了 被汉王科技抢掉了 汉王开的一字版 对吧 早上四个多亿 我应该看到 汉王四个多亿 单子吧 反正就是被汉王抢掉了 对吧 那么今天就实际上就什么呢 就是强化了 这个人工智能 或者说是智能机器这一款 就是被强化了 那当然 如果那边被强化了 这边这个叫做 软件服务就不行了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很清楚 这个低价的 三位智能 两个百分之二十 然后这个是海天瑞生 海天瑞生是这个 就是也是昨天的这个苗板股 今天又拉了百分之三点几 对吧 再加上一些智能 智能这个 就是 就是机器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 那个 看一下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板块 对吧 那可以看一下 对吧 再加上穿大直胜 那也是的 没有 也是一字版 也是一字版 早上就一字版了 对吧 汉王穿大直胜 那基本就是人工智能胜出 你们看 还有一个 我其实昨天最看好的 就是同围 同围蛋 早上我也看 也是四个亿的缝蛋 我知道肯定买不到了 对吧 集合金价21分的时候 就四个多亿的缝蛋 就肯定了 然后是 这个是两年半的 这个智能自控 对吧 都是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还是 智能 这个 人工智能带的智能机器 这一块是剩的 包括 科大智能啊 等等啊 反正像 江苏北人 今天都盘中充了百分之十几来 对吧 这个也是的 也是的 那么 说一下啊 因为在 人工智能里面 有两个辨识度比较高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叫什么呢 就是容量票 第一个是来自于科大讯飞 科大讯飞今天是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拉上去的 说明 这里面还是有资金比较活跃的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这个 229的托尔斯 托尔斯代表的是百分之二十的 对吧 它是二十厘米的票 那么 科大讯飞代表十厘米的票 然后同属AIGC概念 也就是我们讲的人工智能概念 对吧 所以 这个两个有容量的票 就是我讲的这两个有容量的票 只要不倒 那么 人工智能板块应该是还有空间 那我昨天早上 这个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都讲了 我认为人工智能板块 因为启动的位置并不是很高 所以原则上应该还有空间 而且呢 就是有预期差 预期差比较明显 对吧 所以 即使 我这么说 即使明天再有分期 也有可能 分期的当天 就比如说 明天这个 我就拿科大讯飞举例子吧 明天科大讯飞再往下打一打 就是再往下拉一拉 去砸这根下影线 不砸穿 有可能当天就是 落转强 或者说当天就是分期转一致 这种概率很大 这种概率很大 所以 作为人工智能板块来讲 我觉得 肯定没有做完 没有做完 而且它属于数字经济的一个分支 对吧 然后讲一下 虽然今天数字经济概念 这个 这个这个 数字经济概念 对吧 概念这块 数字经济概念 今天是有调整的 国产软件 这个 这个郭志云等等 这些是有调整的 但我觉得这很正常 调整是正常的 包括这个 什么银费多之类的 对吧 因为走的差 今天调整 调整 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是受 资金的这个 日内资金的一个轮动的影响 因为今天早上我也说了 板块要开始轮动了 又要开始轮动了 对吧 那么 今天跌幅拒起来的 不见得明天就差 反过来今天涨幅拒起来 也不见得明天就好 它本身也是个轮动的关系 对吧 就是个轮动 当然 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板块也好 数据经济板块也好 我的建议就是你会做的 你可以挑最强的做 对吧 无非就是比如说 明天人工智能板块的个股 给你这个包括云虫吧 对吧 688 这个327的云虫 对吧 明天如果往下打 早上往下打 可能又是个机会 又是个机会 然后 就是 这个 688 207的吧 对吧 格林生桶 对吧 这种 它已经公告了 今年业绩有亏 有亏了 对吧 格林生桶 也可能 这种股票也都没错完 也都没错完 那么 这个就是 你可以去做 这个 分歧点的低息 对吧 但是我觉得没问题 这是我觉得比较灵活的 就是你自己 能有操作能力的 如果你实在没有操作能力的 比如说之前你买了什么 什么浪潮信息 数据杠 对吧 声上达 这一类的 那就拿着 你就拿着 因为你就躲在那个性创里面 你就躲在那个 比如说 这个 东树细算里面 你就 你就躲在那个数字 数字确权里面 对吧 今天数字确权动过的 按理对吧 一度去打掌经板 对吧 所以你就 你就顶在这里面 那么 今年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这样的 它肯定不可能是让天天涨 对吧 但是很明显 我跟大家讲过了 昨天我跟大家讲了 对吧 昨天我跟大家讲了 在排名 就是20多涨 和排名前 而不是排名前列的 对吧 你看国刹软件 是一块 实际上就是国刹软件 这个 信息安全 信仓 等等这些 还有一个是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长得比较好的 对吧 一个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说稀土泳池 我很看好 对吧 所以稀土泳池 那没事 稀土泳池你可以搞 对吧 短期的龙头就是 这个 中国稀土 那中国稀土搞了 这个 快两个涨停板了 那短期可能震荡一下 这个平台上震荡一下 再拔高 也有可能 对吧 所以 这个就是 多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除了跟 就是跟那个 数字经济相关联的 对吧 跟数字经济相关联的 你们能够看得到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 叫新能源赛道 新技术 对吧 比如说 HJT电池 TOPCOM电池 POE胶膜 大家可以看看 今天的账户 你看到吧 HJT电池 TOPCOM电池 POE胶膜 对吧 就这些 所以你就知道了 在过去的 就是 不能说过去 还在本月 就是一月 对吧 就是今天是一月 最后一天 因为我们的一月 是隔了一个春节 在一月的 涨幅榜上 就是一月份的 涨幅榜上 涨得最好的 两个板块 我讲的是大板块 一个就是来自于 就是题材 涨得最好的题材 分支 一个是来自于 新能源的新技术 就是 HJT电池 之类的 对吧 这个TOPCOM电池 大家都看到了 然后 皮膠膜 就这些了 对吧 就这些 你看 比如说 我都看过的 因为我都在 我的这个资权里面 比如说东方圣虎 他拿了很长的平台 今天突破了 看还有 你看这个也是的 看到吗 都一模一样的 巨赛龙不是 还有一个 我都有记录的 应该是这个吧 应该这个也是 对了 这个也是 对吧 那就是一个平台 今天又来了 反正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在 一月份里面 赛道里面 涨得最好的 其实有两个主线 或者是叫两个市场上资金 最 最优选的地方 就 两个这个 最优选的地方 一个优选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新能源赛道当中的新技术 另外一块 另外一块 就是来自于 怎么样 就是跟 软件信息相关联的 数字经济家 就这两个 所以呢 你就知道你应该在哪里 对吧 应该在哪里 那么 我自己主观啊 就是我 我这个 我是 在 数字经济这块 因为我大头都在数字经济这块 对吧 然后呢 我做套利的也有 做套利的是什么呢 券商做套利 因为券商你要定指数 做套利 对吧 然后还有做套利什么呢 我军工做套利 军工也是的 军工跟大家昨天讲过了 重点关注无人机 对吧 因为有些东西 我不好说 有些东西 我不好说 所以呢 大家可能在 这个 流浪地球2里面 已经看过了 无人机 对吧 那么 呃 就是未来 不管是 是不是发生 这个地缘政治冲突的 这个 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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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啊 或者说内随包括 现在乌克兰跟 俄罗斯的这种 这个 嗯 争端啊 对吧 其实无人机 的用处是很大的 无人机的用处很大 所以无人机这款 在军工里面是一个方向 短期呢 当然就是 陈飞集成的 这个陈飞集团的 借口 对吧 借口那个 300114的 这个装电车 那么今天有些资金是抢跑的 啊 全抢跑的 包括把这个什么 这个通达 对吧 就干到 这个快跌停了 然后这个 立军也是大跌的 对吧 肯定是有资金抢跑 对吧 嗯 抢跑不是坏事 啊 抢跑不是坏事 这个短期的震荡以后 他们还会上 啊 因为我怕的是 他们连续涨 就是就是昨天涨 今天涨 涨到 哈 因为 本来预期是2月2号付牌吧 那么2月2号就变成了 对线点 对吧 那反过来今天是跌的 那有可能明后 明后天又涨了 对吧 所以也没 应该是没有错完 啊 应该没有错完 就是军工的短期 短期的就是刺激 就是来自于大飞机的这块 就大飞机这块 把今天 整个机场定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今天涨的 包括一些材料类的 这都跟这个 就是陈飞集团的 都是很多次 陈飞集团的这个供应商 啊 供应商就是他的这个 呃 那 等到这个中航电车 复牌的时候 他们很有可能还会来 还有机会 啊 还有机会 培育战时呢 属于补涨 啊 培育战时属于补涨 所以先按照补涨的逻辑去做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的套力 基本就是呃 圈商有套力 这个军工有套力 对吧 然后呢 我半导体也准备套力 啊 也是一样的 半导体我也准备套力 但半导体因为很明显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 春季行情应该不会 他们的这个上涨 半导体的上涨力度 我跟大家讲过了 就半导体最多就是填坑 就填坑 你看现在半导体 我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 现在半导体板块 你看又挖坑 又挖下去了 他的木 就今年上半年 可能就是反复的下来 上去的填坑啊 对吧 当然 这个不会再回到这个位置了 那我觉得不会 因为你再回到这个位置的话 就拉到这个位置 那科创板指数要去 打形地去了 这个不会 它不会 科创板昨天给大家看过了 对吧 这个低点已经抬高了 科创板的低点已经抬高了 所以很正常 那么半导体 今年上半年 就整个的春季行情 应该不会成为男主角 男主角应该就数字经济家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 看看 到时候看看这个 进入到二月份 会不会有更新的分支题材出来 整个的一月份的男主角 一个就是来自于 新能源赛道的新技术 一个就是来自于 应该这么说 绝对的男主角 对吧 男一号 应该属于数字经济 那么男二号 属于新能源 这个赛道当中的 这个 新技术 这一款 对吧 那么其他的都是一些 配角为主 配角为主 然后 明天我们要关注的 也是 北象资金是要关注的 不是说不去看 因为北象资金 如果明天还是 不需要说像今天一样 流露100个亿 如果明天还能有将近 50个亿的流露 我估计指数层面上 就有这个 落反弹的可能性 落反弹可能性 好吧 那我就是 该说的就说了 就是没有说到的 对吧 然后西图也跟大家讲了 西图也可以作为一个今年 你要去配置 周期品种当中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对吧 军工如果你从中线的角度配呢 就去配那种 跟无人机相关的 比如说 这个 彩虹控股对吧 彩虹控股 控股就是那个无人机的 哎 那个现在不叫彩虹 我现在叫彩虹什么 彩虹股份吧 是不是叫 哎 不是 那个叫什么 彩虹什么 啊 航天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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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个也是无人机的 对吧 这就是 这就是无人机的 额骨 那炒 如果炒无人机 它肯定不会缺席 它肯定不会缺席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那么 呃 就是 这一块 就是 如果你是 想压宝的 对吧 你要压宝 那数字经济肯定是要压的 因为这个板块是有容量的 其他呢 我就不建议压宝 其他你可以配一下 或者说炒到哪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地方厂位是会重一点 没炒到的时候呢 别上中厂就行了 好吧 那 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好